韩国人气女团Ludjins近期掀起一场风波 团员们今天傍晚突然举行了一场未经官方批准的直播 公开表达对公司Hype的不满 特别是对制作人闽西珍被解雇一试 他们透露 这次解释决定是单方面通知 让他们倍感失望 甚至还曝光自己曾在公司内遭遇的排挤与布公待遇 此前 Hype宣布解除闽西珍做我要多的董事的职位 但保留他的制作人身份 这一决定却引发Ludjins的强烈反应 这次直播并非通过Ludjins的官方YouTube频道 而是在一个名为Ludjins的账号上发表 影片标题Ludjins想说的话 表明他们的心声 Hype宣布首先开口 表示团员们是透过新闻才得知闽西珍被解雇的消息 并直言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 完全出乎意料 我们实在难以接受 公司这样单方面的处理方式 让我们觉得完全不被尊重 他还提到 团员们担心自己的未来 才决定勇敢站出来发声 Hype宣进一步说明 他们从经纪人那里得知 新人的董事金珠蓉想来打个招呼 他一进来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让我们觉得他不在意我们的想法 新上任的那位叫做朱英小姐的和我们见了面 说是为了成员会关怀成员 如今是最为优先 但就现况来看 他只是出张嘴说说而已 Hanny在直播中 则提到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回忆起在Hype大楼四楼的造型室里 与其他艺人经纪人插肩而过的情景 当时对方经纪人竟然直接对艺人说 不是他 这让Hanny感到非常不解 为何他们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明英记者补充说 事后他们向公司反映了这一情况 但对方却表示没有证据又反映得太晚 并要求他们放下死事 这场直播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众多粉丝对Nu Jinx的未来表示担忧 不过 这段影片在直播结束后不久便被迅速删除 账号也随之关闭 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引发了外界对后续发展的高度关注 大家对Nu Jinx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